它有很多的所謂的建築風格 都是學習美國人的一種建築方式 所以當時的舊高廳也是一樣 我們學習美國人的那種設計方式 然後建設出來 那歐美國家人最喜歡設計 跟建設一些什麼樣的建築物 如果你常常去歐洲國家玩 我們現在右手邊先看一下 過紅綠燈 前面紅綠燈就是了 這一棟就是所謂的實際台 有沒有看到 紅綠燈過來這棟 紅色的屋啊 紅色的屋啊上面 好像屋啊但是它其實是木製房子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我們說的實際台 所以以前這個地區 這棟房子然後連旁邊的這邊 地都是學校的用地 學校的用地 所以我說當時的學校音樂很大 所以說跟我們說的 學校老師 校長生的驚奔 共進的都做到幾十多人 二十六人而已 但是呢現在的人潮一多 所以呢這一塊用地啊 首先是在教學嗎 那就是跑個正式壓力的 我們在教學